藝術生活這門科目在藝術老師圈子裡面 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也很容易常常被當成是跟美術師一樣的科目 尤其很多學校的任教老師也是同一個人 像我學校就是這樣子 同學即使到了高山上藝術生活 還是習慣教室日誌填美術 所以獲得日誌教美術老師 十多年來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既然是一個不同的科目 而且現在課綱也已經幫我們把綱藥界定很明確了 那我們能不能在這綱藥上面 真的生長出來屬於這一門學科的學科思維呢 那麼我想就當然是從生活來著手 那有一次我在博物館裡面看到了這個 這個距今大概二十萬到兩百萬年之間的這個 手撫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的頭腦就出現了一個燈泡 那我就思考一個問題 人類之所以有生活而不是叫做生態 不正是因為人類開始使用工具嗎 如果我們沒有用工具還在用本能生活 那我們其實是一種動物性 那跟動物是一樣都還是在生態的狀態 可是有了工具之後 雖然它一開始的原型看起來很粗糙 可是它慢慢的會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 那這個生活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比如說製作工具的手法會越來越細膩 因為從使用當中會去修改改良 那就會出現設計了 會出現 然後這個工具慢慢的 讓我們的生活有了餘裕了以後 我們可以開始發展藝術 發展壁畫等等 所以文明死於工具 生活死於工具 所以我們人類的歷史就是生活的歷史 那基於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我試著想在我自己的學校裡 一開始從我面對我的學生 我想帶給他們一個能夠帶著走的能力 而且在生活裡面也可以實際用到的一個 一個很具體的藝術生活的一個工具 所以慢慢就發展出了一個 借鏡於自然史的一個方法 那博物學它就是自然史 但是我們並不是在研究自然史 而是用自然史的方法研究 來學習重新觀察我們的生活 所以我們在學習上面就是從外而內的 我們的學生已經知道很多知識了 課本裡面講很多知識 但是我要他們實際在日常生活裡面 去觀察 去驗證 或者去使用這些知識 然後在學習的實作的範圍 則是由內而外 也就是從自己身邊 越熟悉的事物開始越好 很多很熟悉的事情 同學們其實並沒有好好看過 那所以這裡面就跑出了一個東西叫做觀察 那很多同學會以為觀察用眼睛就好了 那我們用照相機拍也是觀察嗎 那當然不是 觀察其實是一種無感的綜合體驗 那這是照相機沒辦法取代的 那建構出來的原則了以後呢 得以在藝術生活這門課裡面呢 成為一個很基礎的起點 那他強調的 並不是一門記憶或是一個才藝的角度 而是一個工具的角度 就好像我們讓學生手上有了一個首輔之後呢 他慢慢去修改改良他 然後去產生屬於他自己的能力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 就是背後的教學理念 那這個根據布魯姆的這個分類法裡面來講的話 那因為我面對的學生是屬於社區高中的學生 不論在學習動機還有學習反應上面來講 都比較需要去重新去建構他 那所以呢很多學生 我們常常有時候會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們的學生其實弄得並不是很清楚 那所以我試著把這個 跟他們的學習情境做一個連結 那在這當中過程當中呢 觀察確實是一個很必要的一個能力 他不是只是一個才藝 或是藝術課的一個愉悅的事情 他其實是一個很必要的能力 尤其是當我們的學生 我們希望他不要只是記憶和背誦的時候 他一定會需要用到觀察力的 那麼所以說在這一塊呢 其實是跟當今我們在談素養教育 是吻合的一個方向 而且我當初在推動這個時候 我希望他具備一種普遍性 也就是說他不會只在我的學生 我的課堂上才能夠執行 他也能夠在不同的教室和不同的課堂上 也能夠執行 那還有一點就是我們 我自己的工作環境特性 就是我們學校設備非常老舊 所以像我這幾年已經都連美術教師都沒了 都在班級裡面上課 所以幾乎是在零設備的狀態下 要怎麼操作 我覺得我學校提供我一個進步的空間 就是如何在這種 守府原始的退化成石器時代的 教學狀態下 所以當我在博物館看到那樣守府的時候 我都覺得好親切 那簡單來講 這個課程是逐漸建構發展出來的 簡單來講就是說 先從事實的觀察開始 然後透過一系列自然史的研究方法 我把它借鏡拿過來用 然後希望同學們透過這個過程以後 能夠產生一個明確的能力 就是能夠提升認識和看見問題 好 那這個剛好跟藝術生活的課程地圖 未來就是課程發展的 所謂的設計和美感教育的方向不謀而合 因為設計師不論是建築師 或是工業設計師在談到 設計的時候 不約而同強調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先能夠看見問題 歸零思考 那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博物學方法能夠當作一個基礎的原因 那在學習目標來講 老師們可能可以對應自己的學習目標 因為博物學方法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課程 它是一個工具 那工具可能 比如說一個 你有一把美工刀 你不一定是拿來做勞作 你可能也會拿來切別的東西 所以我在這裡並不會特別強調 單一的學習目標 那我在這裡還是有舉個例子 就是以我們這次推動的校園圖鑑為例子 我們在推動校園圖鑑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希望同學們能夠呈現自己的學校的特徵 日常生活 建立一個圖鑑的概念 然後我的發展方式就是運用評量來促進學習 也就是說一開始就會讓學生知道 我對他們的學習期望是什麼 那所以我用這個學習單當作起點 也就是說我們先尋找一個標本 在校園裡面採集一個標本 那這個標本的概念 其實是來自於這一張博物圖 就我們所謂的科學繪圖 那這個科學繪圖很經典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這個科學繪圖的歷史上 自然史的歷史上 他結合了自然史還結合了美學美術 所以說這個藝術家 他既是一個科學家也是一個藝術家 所以我在轉化這張學習單的來源就是來源於這一張圖 那同學們在描述他所觀察的事情的時候 圖像是一種在這裡我們定義為一種語言 而不是一種藝術創作 所以他跟美術的創作方向是不同的 美術創作方向是由內而外情感的 那這個博物學式的繪圖則是由外而內的 當然同學們還是會有觀察的偏好 但是重點在於事實的呈現 那事實的描述 描述的時候能夠根據這幾個部分 去呈現它的完整性 在談到什麼是描述事實的時候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從同學熟悉的東西開始 他自以為已經知道 那我們透過觀察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就是 學生突然發現其實他沒有很完整的了解到 這樣一個過程 比如說像這個就是我在課堂上的一些 一些遊戲 把他當成一種遊戲 比如說畫一隻螃蟹你會怎麼畫 那給他一分鐘 不一定是要畫得很漂亮畫得很像 但是呢 你能不能夠客觀的呈現這個螃蟹的事實 那我們發現網路上的圖庫 還有八成以上的同學 第一次畫出來的螃蟹常常都是六對角 而不是應該是說四對角 六隻角而不是八隻角 螃蟹明明是八隻角 可是大家或者是網路上的圖庫 卻常常呈現的是六隻角的螃蟹 那這個就是一種比較那種觀點性的呈現 那或者是這個同學們熟悉的這個大賣場的標誌 那這個很多時候我也會拿這個當成一種遊戲 那同學們在畫的時候 常常會這個無法掌握這個造型的 明明很簡單明明認識 但是要同學們把它描繪下來的時候 同學們常常無法描繪 那這時候我們透過解剖的方式 同學們就可以輕易的了解到 其實不是他不會畫畫 而是他不懂得觀察 沒有觀察的方法 那如果我們利用解剖的方式 那就可以很快速的同學掌握到 觀察的重點在哪裡 好 那這個在教學實施上 基本上就是經歷過這四個階段 第一步就是我們剛剛的觀察階段 那什麼東西都可以觀察 這個越容易取得的越好 然後呢 接著則是開始有體系的採集 就是根據同學們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 來進行一個系列的採集 然後接著就是發展圖解的能力 也就是說既要有可信度還要有可看性 可信度就是事實 事實細節 那可看性就是美感的部分 那我們發現好看的科學繪圖 基本上都是具備這個條件的 然後接著就是 進一步的去數量夠多的時候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看到它的生態特性 品種分類還有生命情況 比如說我幾個例子好了 在我們的課堂上面 我們常會發現同學們的筆在裡面 有好大一包的筆 很多同學都有很多筆 可是呢 可能一整天下來它只用那一兩支 其他的筆通常都很少在用 這是一種它裡面反映出什麼樣的一種學習生態呢 這個其實你背後就會產生很多有趣的發問和觀察 好 然後呢 這個如果能夠提升認識跟看見問題 它就可以跟基本設計的課程 產生一個先後的關係 那在教學實施上我剛剛講過 它只是一個工具 所以它可以順應各種不同的題材 例如年初的時候疫情還嚴重的時候 這個我就讓他們進行了一個觀察 就是防護衣的圖鑑 那這個防護衣 大家第一個想到就是那時候口罩很稀缺 所以就是很多人同學會描述口罩的觀察 那這個目的是要先讓它建立它的這個觀察的基礎 那防護衣也可以擴大到它日常的穿著也是一種防護衣 那另外呢就是慢慢的發展出體系的採集 那慢慢的發展成這個 然後這個是運用學校的情境 教學情境發展觀察自然生態的觀察 那跨校共備 然後產生校園圖鑑還有進入社區 那跟社區的商店合作來展示 然後這個最後就發展成目前的狀態 好謝謝各位 坐下 坐下 坐下